外送員送餐到學校 但有時候餐點來了 學生還沒來 外送員等太久 手上的美食 可能就會變成在地美食 師大附中圍餐外 外送員把一堆漢堡飲料 直接放在馬路邊晒太陽 人一走了之 會覺得我等一下要吃這個東西 他現在被放在地上 有點有點髒 花錢消費卻白白受罪 但為什麼放在地上 外送員內心其實有苦衷 遇到餐期 那單多的時候 我們被困在學校 可能困個半個小時 那我們就在淋雨空等 要嘛提著餐點一起晒太陽 不然就是放地上 讓學生下課自己來拿 會這麼麻煩 問題出在這 大部分的學校 其實都沒有設所謂的外送桌 那可以讓大家說放著就走 當然部分學校有 可是大部分都沒有 那甚至有些學校是禁止訂購外食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學校雖然禁止 但不少學生 甘願冒著被抓到了風險 也要隔著圍牆叫外送 其實多數學校擔心的是 一來有食安問題 二來影響到上課分心 取餐時大家也會集成一團 但經過學生爭取 目前全台逐步增加到 30%的公司力高中解禁 開放外送 有蠻多學校現在慢慢都在討論相關的做法 然後我們知道有一些學校 他們就會比如說就會區分 每個禮拜就是會有一些限制 比如說禮拜一是高一頂 禮拜二是高二頂這樣 對那去做一個人流的分散 畢竟叫外送已經是個趨勢 或許校方建立其配套措施 適度捷徑之下 也讓外送員跟學生之間 彼此不會互相為難